马上就要异考了 主播潘给大家找到 这船波音异考考什么 四大方向十三个要求 今天开始为你详细解读 钢琴码筑哦 第一 形象气质考察 我只要美美的出现就可以了 我一定要穿上我最贵的衣服 Frost impression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形象包括妆容 发型 服装 短发 中发 长发都可以 参考图给你们找好了 自己找Tony老师 考试当天吹一下啊 发质一定要好 但是考波音的 基本上发型都是直发为主 柔顺自然 不要染得红红绿绿的 有人想问了 老师啊 可以有刘海吗 最好不要 但和我一样发肌线这么高的 可以用刘海修饰一下 露出眉毛 用夹有精气神 再到妆容 新闻主播的妆 记住一个字正 四个字 三屏五眼 化妆以鼻子为中心 妆容就是为了调整比例 让你的五官更加突出 考试以淡妆为主 凭见眉 眼睛花得有神 口红 千万不要用镜面发光唇幼哦 雅光 雾面 突出嘴唇 中心三分之一处即可 最后你问我穿什么 置顶视频好好去补补课 主播装上下做到颜色统一 要穿绿色 像这样的大翻领 我就很推荐 显得脖子比例比较好 主播装和普通西装可不一样 微微收腰 袖子服贴 后背这里一般不设置翻领 这些都是为了更有精气神 气质呢就体现在举手投足 体现在团土第三语言 我是此新闻播报模拟主持 下期想我先说哪个 评论区见